走走走 去换双鞋 你穿的是鞋还是扎刀呀 怎么把你的脚摸成这样了 你叫我什么时候穿过发尾鞋啊 这一路上简直跟上行似的 等着吧 未来呀有他的苦痛吃 幸亏是他不是你 才叫幸亏啊 这身麻烦大着呢 救不救都麻烦 幸亏你沉得住气 还好上次的亏呀你没白吃 白小金出了事 家里还能顶住 你怎么办呀 我凉拌呗 好了 组织上表扬你越来越成熟了 再也再厉啊 但是你下次不光要保护自己 你也顺便拦一辆拦药 哎呀 好了 好了 脚疼了 你不挂了 脚疼了 你们俩等等 怎么回事啊 他脚被高跟鞋磨破了 我带他去上药 没穿过高跟鞋吧 至于吗 走路还让别人扶着 我有事找你 你别跟着了 还不快点 这白小金穿的是鞋还是刑剧啊 可真是难为他 天天踩了个闸刀来上班 别痛啊 清醒了吧 一会儿啊 换上拖鞋去 要不是白小金要抱着孩子跑 我才不跟他换鞋呢 其实刚刚在菜市场 我的第一反应是拦住他 但是要搁以前的话 我肯定冲得比他还快 可能就是变了 刚才陈希还说我变了呢 来仁华这一年 我知道治病救人虽然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事 不给周老师惹麻烦 你觉得我和程老师 有什么不同吗 那还挺多的 程老师比您脾气好 比您人缘好 比您招葛院长喜欢 比您性格好 那你当他的学生去吧 我不去 好是好 但您是我最敬重的老师 而且我要当医生的话 我就要当您这样的医生 现在拍马屁啊 来不及了 来得及 我没拍马屁 我说的是真的 我爸 也惹过不少麻烦 都是学文替我去院办 医务处善后的 我们有完全不同的性格 同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 甚至会决然上班 但我很自信 因为我们俩是负责任的医生 对得起这事白大挂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 没有严格的是非黑白 我作为老师 也没办法给每件事情 给出斩钉截铁的评判 理想主义者负责往前冲 现实主义者负责善后 没什么对错可分 那我呢 别看你自己 内心的天职 会带你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找人给你拿上拖鞋 我们 拖鞋 不用拖鞋 没什么 可以给他们